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知觉悟,学习是成就一切的根本,认同吧 然后学习有三个境界 这个道三角这个境界是一个力量的发挥 他力量越大,然后圣三角这个是学习的阶段 知的话,学习有知觉悟 知的话就是对语言文字含义的认知与了解 是知识层次的学习吸收 我知道这个文字怎么念 我知道它的意思是我知道 所以你可能知道很多,但是你的力量是很小的 就像有些人他读了一万本书,他知道 他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没有感觉 所以觉的话透过于审思深入理解文字含义的背后期盼精神 并就比较理出差异的相关隐身 那个你的力量会比较大 那个叫觉 学习是这样子来的 好,所以透过于知觉或者觉知都可以 就会经过知觉 达到心灵转换而驱动生命前进的力量 我透过不断的知觉或者觉知 不断的碰触,我会有悟 我就悟了,然后我简单讲,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子 小朋友我们都会告诉他 这一壶水很烫不要去碰 但是小朋友他会不会去碰,通常都会 因为他知道很烫 他只知道文字告诉我的 爸爸妈妈告诉我的 那我的手接近了那一壶水的时候 我感觉到很热,感觉到很热 好像会烫 他是感觉,力量又更相信了 他碰了之后 他烫到了,好痛哦 他悟到了,他下次不会碰 好,游戏中 游戏这个纸本,游戏带给我们感觉 我们读书,读符号的书 带给我们知识 然后为什么我们在游戏中 如果我刚才的分享 我的分享里面只有叙述 只有知 那你今天的学习的程度是 分数比较低的 因为你只是在说我遇到什么事 然后怎么样的 你没有把连结到现实生活 所谓连结到像尤家子 他把连结到我的人生就好像这样子 因为我股票到房子 我从头到尾都没买 然后我的人生也如此 我好像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 但是我其实也看不懂 什么叫更好的机会 所以我的一生就这样子平平淡淡的过了 是吧 我会有感觉 有些人一辈子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 真的 哎呀 好 然后 如果我不来碰游戏的失败 你们没有卖足距的 你们卡住了 你们遇到问题了 我觉得都OK 为什么 即使我忘了领钱了 在游戏中都可以重来 如果回到现实面可以重来 我在游戏中我失败了 我赔了钱了 我可以重来 如果我不在游戏 透过游戏来学习 我到现实中赔的是什么 真的现金 开店拿出去的钱 就是一个风险 像我开分店银宝赔很多 我总店赚钱 我分店赔钱 一直烧啊 然后我投资房地产赚钱 我去学股票我赔钱了 你懂吗 所以我从现实中还碰回来 我才悟到 我开始懂得在投资上 不管是房地产或股票 我开始在赚钱 我创业我开始在赚钱 我中间知道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然后透过游戏 我觉得很容易啊 所以我很期待我的朋友都来挑战 都来去练习 那刚刚大家的挑战是属于雇员 雇员 他很简单的就是领钱而已 我每个月领钱 靠着我的薪水去挑战我的人生 那要雇员 雇员我在这个游戏的 把它定为七个关卡 其实你们在填职业卡的时候 有七个关卡 那七个关卡里面 一二三关 它属于雇员的关卡 你靠着领钱 所以你往领钱 你就少了一个收入啊 好 如果靠这个 因为他的 你看雇员是这样子 雇员是不是他只会领钱 他想的是领钱的事情 你相不相信 不然他不会去上班 难道去那边 跑妹妹 就是交女朋友 是交男朋友吗 不是吧 他一定是为了钱去上班 用时间去跟老板换钱 都是这种想法 他是为了钱 对不对 所以一二三关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一二三关 都是雇员的 可能到高级雇员来 或者是专业人士 你这个关卡过了之后 你再挑战第四关 一个业务的关卡 业务就是我可以领钱 也可以贷款 可以做信贷 就像我当时我退伍之后 我就买了一个新车 然后就去跑业务卖房子 对 然后我就去刷卡 去吃饭 然后我就靠着我 卖出去的房子的佣金 来去支付我的车贷 我的吃饭钱 我的生活费 就这样子 这样子过 过了七年 好 然后 你懂得这样子的用领钱 跟用贷款的模式 去过生活的时候 你在挑战第五个关卡 就是老板的关卡 老板就是不能领钱 但是他可以去贷款 他有一笔贷款的额度给你 你看老板是不是大部分老板 都是去借钱来去开店的 去创业的 但是他有跟谁领钱吗 没有 他跟谁 跟自己 跟消费者 有卖出去 有成交 才有钱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你不能领钱的过程中 但是我有一笔钱的借贷 我如何去运用 让我跳出来 你想一下 是不能领钱 你如果去运用 那是一个挑战 这个第五关 你跳出去过了 你再掉第六关 第六关 就是一个资本家 那这个关卡就是 我也不能领钱 那我给你一个额度 去让你去 也是可以借钱 可能十万块额度 好 但是你 你如果每个月 月薪九是负的 你就必须都给银行钱 所以你只要 有去贷款 去投资 然后你的投资 的收入低于你的利息 你就必须给银行钱 所以如果你如果运作这个资本家 慢慢的去挑战 每个关卡都有他每一个要挑战的一个 一个一个关卡就是你的态度 还有那个恐惧 还有我们的贪婪 都在里面做挑战了 第六关你过了之后 再挑战第七关 第七关就是一个企业家的关卡 这个更可怕了 他怎么说 因为他只给你两万块而已 然后你每个月经过银行日 要付银行两千 以前是可以领钱的 对不起 这次你要给银行钱 所以你如果经过银行日十次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作为行为 你就自动破产 这个感觉很像7-11 他这个高金院 他一开始在创7的时候 他亏了7年那种感觉 你们经历过那种开店 每一个月要给钱出去 给钱出去 给钱出去 然后可能我在三年内一定要成功 不成功我就倒闭 然后我一成功我就成功了 我的系统成功了 我的公司成功了 我的钱就自己流进来 那种感觉 第七关就是 然后我知道大家在领钱的 在现实时候领钱的一个习惯性还在 可能你有创业但是还有一个 因为我刚才没有看到老板的态度 存活的能耐 存活的人力 或者是存活的本能 把它发挥出来 没有 我看到的还是有一种依赖感 太很重 当然 好 所以待会我会用第七关卡 让你挑战 你们就会醒过来 反其道而起 你就醒过来 原来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 刚才 所以刚才有人分享说 卡片的内容我是看不懂的 我要告诉你 叫正常 你的本业 我不知道你们做什么 但是你的本业如果我没有接触过 我去你的本业去了解 我一开始我也不懂 那叫正常 那这个游戏所有的卡片的内容 都是富人在讲的语言 我只是我们在现实说中听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在投资的领域 没有在企业创企业的领域 我们是听不到 我们只听到说晚餐吃什么 然后这八点档现在做什么 我是不知道 器具啊 或者是在谈政治啊 说抱怨的事情 我们回到家 我们回到我们环境 都是这个 或者是礼拜六 礼拜日要去哪边玩 然后他怎么了 他又怎么了 然后同性或不同性 我也搞不清楚 都讲那些 没有铲子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吗 那这是大多数的人 他们懂的语言 然后卡片在念的过程中 自由资金 不懂叫正常 自由资金 这句话 自由资金 其实如果一般人真的很难懂 这是银行的语言 银行会告诉你说 你有自由资金 要还款 自由资金 自己有没有钱 这样子 如果我变成台语 记得通知我 好不好 因为有时候讲 一直讲一讲一讲 讲到变台语 然后 投资 投资其实他有一个六个阶段 投资六个阶段 富爸爸有情有理 那一本书里面有谈到 六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是义无所有者 这一本 其实我会建议你们去看两本书 一本叫富爸爸穷爸爸 第一本 这本书是关键 如果你要财富自由 你要有钱的关键 真的要去看它 看它会有资 像我看的时候 我都非常有感觉 因为我都碰到 我觉得这本书好像在写我的故事 好 然后这个是 这本叫 刚刚这个是关键 这个是决胜负 我要达到富人领域的决胜负 因为他谈到了一个四大象牵 E SVI 这个象牵的每一个 你要去突破的一个恐惧 跟那个观念态度 都在器官里面 一到器官的设计 这个他们传进来没有 这是我的经历跟书里面谈的 我把它结合进来七个关卡 然后我走过这种路 不知道那种人 为什么会到那边 像雇员他害怕借钱 雇员上班族 他可能跟银行借钱 他会不好意思 或者是他会不敢 开口跟人家借钱 就叫雇员 大部分的雇员 尤其那种公务人员 他还会跟不不好意思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有钱的人 或者生意人 银行借有钱 好多借我一点 多借我一点 也没关系 或者是他懂得跟朋友开口借钱 他会用借钱来去赚钱 要突破那种心理的障碍 在这里面都会有 好 然后 这里有讲到一个重点 为什么有些人 只要轻松的工作 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并非这个世界不公平 是他们够聪明 懂得在 懂得在什么时候用对 现金油为自己工作而已 其实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跳出来的 你会觉得好像不难 其实你应该要感受到 但是我不懂他怎么跳出来的 你懂吗 但是其实他是不难的 可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到 我一直在沉溺在买卖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看到了 但我们 我讲 然后是不是有讲道理 就是 当我有钱的时候 我还去买一个小生意 然后我还不断的去买股票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回到现实面的你是 也不断的在工作 不管是销售 买卖的还是在上班 你只懂得工作 你不懂的生活 甚至你完全没有自由的观念 你只要做做做 我是这么觉得 然后 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些朋友 他买股票是大胆的 那是很好的 因为他懂得不是看股数 而是看我手上到底有多少钱 我要去做好我的配置 所以在这个收支平衡表 跟资产负债表 运动关系里面 如果你们能够悟到一句话 就是我常讲的 缺什么补什么 你就应该对理财过关了 所谓缺什么补什么 是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时间 我缺时间我补时间 我一直在喊倒数 计时圣经 好像你们不觉得 我的生命快结束了 你懂吗 时间是一点一滴的流失的 很可怕 他 不会告诉你 他悄悄的走 悄悄的 就去了 悄悄的来 悄悄的去 这样子 时间就这样子 好 然后 还有一个我收入 我缺收入 我必须补收入 我缺资产 我必须补资产 我缺非工资收入 我必须补非工资收入 我缺机会 我必须去补机会 机会 机会 不会跑到面前来告诉你 我就是机会 我就是机会 你赶快来买下它 不可能 我就是机会 我就是机会 你赶快卖掉它 不可能 你懂吗 好 然后 嗯 资出 我不觉得 不断的资出 我不觉得它可以影响到 我可以跳出来 我不觉得 可能我不断的生孩 他顶多剩三个而已 然后我买游艇 顶多 你让你买一台 当然会 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不觉得 它会影响到我 成功者 这个是有一个叫做 观念叫做因果论 因果论 他懂得我中了什么因 会得什么果 我现在的结果 是因为我中了什么因 如果当时之前 我有把握住一个机会 卖掉我手上的资产的时候 我获得一笔钱的时候 后面的问题就减少很多了 所以不能把后面遇到的问题 去放大它 不公平 那是我造成的 我们人很多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问题都是你自己找来的 这样子 ok 然后 还有就是说 你一定要在 不要让我的分享 我的碰触太平淡 你一定要去思考 想到 过去 未来 学习有六句真言 定 静 安 思 律 等 你来的时候 我们几乎不太爱跟你 在那边 就是 大家道 好 我觉得不需要 你越安静越好 你在外面 已经 太吵闹了 很多人都在影响着你 你懂吗 好 学习六地真言的第一个定 你要定时定点 去学习 可以看书 每天两页就好了 半年就看完一本了 因为一本两百八十几页 每天两页而已 你一年看完这两本书 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每天两页书的话 你十年看不完一本书 这是我的经验 退伍之后 我就没有看完一本书 我是创业开始在看书 认真的去看 然后看两页书 我看一页就打课睡 所以我就念出来 每天看两页 看到习惯 都一直看下去 因为太有兴趣了 都一直看下去 你懂吗 因为我的学习是听觉的 不是视觉 我听很强 好 那你要找到你的学习方式 不要让你的生活 跟游戏结合的太平顺 好 然后 静你要安静 你要把先静下 你才能够吸收 才看到你才会懂得观察 游戏就像一面镜子 它反映着我们人生 直接反映了 坦白讲 我们就观察就好 就直接反映你的人生 除非你在玩游戏 不然它就反映你的人生 当你在玩游戏也反映你的人生 我都在玩游戏 我们要真正的去面对现实面的东西 它直接反映我的人生 我可以看出每个人的个性 因为有些他像一面镜子 他就看得到 你懂吗 有时候像我以前也是很爱花钱 不断的支出的人 怕开 扣除 以前也是 看得出来 因为我对待我的支出 是可以看待的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现在慢慢的慢慢变变变 慢慢学 我的开销 尽量会放在投资上 我喜欢花钱 我拿了一万十万去花钱 我喜欢花 以前是买玩具 买喜欢的东西 现在不一样 买投资的东西 买可以赚钱的东西 就这样子而已 一样在花钱 但是很开心 好 那定进单 你要活在当下 你今天来了 我们就来参与 活在当下 其实这是一种缘分 来这里四个小时而已 真的 你要把握住当下 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的语言完全是富人语言 你在外面听不到这个语言 卡片也是 在念的时候就是了 他是一些投资的语言 我在分享的时候 是一种企业家跟资本家的语言 然后我们不一定能够每天聊天碰面 所以你回去要赶快去看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就是富人的语言 你不断去念他 去看他 然后减少是是非非的语言 外面的那些抱怨语言 甚至减少跟那些比较不成功的人在一起 因为物与类居 人与群分 你要懂得什么叫梦永三千 为何他三千 一样意思 好不好 那环境 好 过滤嘛 滤过滤过群 你这分享里面能不能连结到我的家庭 我的朋友 我从小到大遇过的事情 事件 你敢讲出来吗 讲出来得分 就得分 因为那个东西 在游戏中碰到了 他从我心里面伸出来 一个秒伸出来了 我本来就有这个秒在里面 我只是去碰到了 他已经发芽出来 我让我看到了 我能不能把他讲出来 讲出来你就不在乎他了 你就慢慢把他 那个不好的拔掉 就像我常常分享我的家庭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他们的理财观念 我退伍他们 就叫我去打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工作 他说安全的 两三万就好 他还说两三万 吓死我了 现在我听起来好可怕 现在两三万真的能生活 吃饭可以 娶老婆 结婚买房子很难了 对不对 好 那 按施律 得力 那得你才能够这样子获得 得到 你要这样子一个学习 你才能够得 获得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知觉悟 然后佛陀有讲一个叫做 借定慧 他叫你先借 所以我刚刚要讲 让你借 你要借外面的干扰 有没有 借一切外面的干扰 借一切 娱乐 就是关闹就对了 外面会干扰你的人事物 你要定 定下来看书 定下来学习 定时定 会 你才会有智慧 你才会增长智慧 生智慧 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 呃 你们待会去 可能上个厕所 因为我待会要记录到 直接让你们跳地器官 因为胰道器官 他是必须 透过培训 培训去练习 去感受的 那个九个礼拜 培训的 当然未来可能会有用一天 我想用一天 因为刚刚要思考一天 我如果一天 打通 每一个人的富人脑袋 每一个人都有 有穷人负担脑袋 都有都有 如果一用一天 然后一天懂 理财先懂理财的 核心价值 那一天懂 投资不动产的 核心价值 那第一天懂 股票的投资 核心价值 用一天 就一天 当然技术面的东西 那没办法一天 但那个核心价值才是重点 那种架构才是重点 其实 你架构要搭于内容 你懂吗 架构会是重点 你懂架构 你就不容易被骗 坦白讲 就这样子 所以待会儿 我们进入 我直接让大家 直接挑战地器官 你去感受 企业家过的生活 他是如何去过这种生活 他心里面是怎么样 去产生那个感觉 就地器官就能够感受到我 好不好 所以 所以你们可以先上个厕所 好 大概五分钟后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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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